這邊要問一下玲玲老師 剛剛我們很多來賓都分享了 這種各種這個求財的方法 那什麼樣的小秘法可以幫我們 招財又壽財 秋是不是豐收 冬叫做長 其實中秋節 也就是農曆八月 你就要注意囉 你不單單在中秋以後 我們大家都會怎麼樣 會換季 衣服要換掉了 要趕快把冬天 秋天的衣服拿出來 但是不要忘了 皮甲也是要換季的 皮甲是 對 應用你自己的皮甲 因為皮甲它就是 你隨身攜帶的什麼 聚寶噴 它就是你的金庫 如果你擁有一個金庫 它是會吸金 會招財的 那你財富就滿滿了 所以要知道說 八月 農曆八月 像老師都農曆八月也會 也會做這樣的一個 就是改變你自己 上半年你要用的是比較熟土的 也就是春秋的時候 春夏的時候你要用熟土的顏色 或大地色我都會用大地色 那麼秋天開始八月 農曆八月呢 你要換的話 你就是要換熟水的 熟水的叫什麼 黑色跟深藍色 對 那就要換季 這樣才會你的財富呢 在年底才會聚得了 而且搞不好 你的老闆就給你加薪 或者是年終獎金讓你 就是爆發起來 好 那很多人呢 可能他自己的財運不是很好 你就要開始注意了 老師這邊給你一點小提醒 好不好 好 來 如果你自己的錢包有一些破損 要注意看 趕快去檢查 因為破損叫做財露白了 財都看到了 那一定解財一定損財的 對摺的包包呢 就像那個錢財摺一半 財摺一半的話 你就是怎麼樣 老陸命 為什麼 老師我都摺三摺 你真的是打摺 你都被打摺 打對摺已經對摺了 你才打三摺 你那個摺三摺 就是你的包包的格局比較小 就是它比較小 這樣子的話 你要突破你的 譬如說你今天要一千萬 你可能突破不了 就是沒有辦法 變大錢 我要換 我要換那個用餅的卡放 對 包包比較小 可能一張鈔票都放不下去 它求方便 對 結果用塞的 對不對 用摺的 以前很多阿嬤阿公會這樣 有啊 媽媽去 有沒有那個家庭祖父 他們就是圖方便 就用塞 用擠的 你用這樣子的話 我告訴你 你這一生想賺大錢 不要想了 對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注意 我們一定要在秋冬的時候 要換什麼樣的包包 來 老師這邊自己 這是我在每一年的年初 我都會準備兩個包 那這是我秋冬用的包包 那我剛剛有講要用黑色 深藍色 那我特別喜歡黑色 所以我會準備一個黑色的包 這個包包外面 這個屬水的黑色 那注意喔 包包有幾個元素 你一定要具備的 我看過很多人都會很聰明 都會掛什麼 如意 對 如意代表什麼 它會勾啊 它會勾住你的財富啊 它會讓你的身材如意 所以一定要具備什麼 像這樣子 老師這樣的一個如意扣 一定要有一個如意扣 扣住 扣住你的好運勢 把你的財氣也勾進來 對 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講拉鍊的部分 你自己圖腿也好 或者拉鍊 我是比較喜歡在拉鍊這個地方 所以我找了一個 我真的是千早萬早 找到我最喜歡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拜濟公師父 師父的葫蘆它的法器 具有什麼 櫥繪還有化煞 再來它還會 還會幫你吸金 招財 所以這個葫蘆在這個扣子上面 我覺得我很開心的就是 它就像一個葫蘆鎖 把我的錢我放進去的時候 它就把我鎖住了 買出去了 所以就不會漏財了 這個就存得住錢 再來我們應用五行相生的原理 我們的包包一定要大 老師又把那個錢曝光了 來 包包一定要寬 而且你的包包在裡面 一定不可以讓拉鍊給夾到 蓋起來的時候拉鍊要很順暢 不能夾到你的錢財 對 我們有時候拉拉鍊 還會把紙錢紙燒給夾破 會卡住對不對 不可以 一定要像這樣子很寬敞 我曾經裝十萬在裡面 就是十萬塊還可以鬆散的 所以要購裝 為什麼 裡面越多錢它才會幫你造財 我講一個原理 這個地方叫屬水對不對 我特別找一個水會生什麼 生財 木 生木 木對不對 水生木 裡面綠色的 我要從外面的顏色水來生這個木 它就像一個印鈔機 每次幫我印鈔進來 對 所以這個金庫一定要具備這幾個元素 這樣子你才會財庫才會巨庫 又可以生財 再來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錢包絕對不可以破損 剛剛我們有提過 再來一年其實是所有 我們皮甲裡面一年 它的財氣最旺的時候 好好的應用 一年以後這個皮甲一定要換新 如新如新 這個財氣才會一直跟著你 你的財運才會好 老師教你們的小撇步 我希望你們能夠把它記起來 那你一定會說 老師 那我換掉的包包 我很多 我跟你講我的習慣是 拿到我的保險箱 然後或者是我把丟掉的 就是我不要了 我換新的 我換掉的包包呢 我就放什麼 純澤 印章 名片 我就把它放在我的保險箱裡面 那讓你的舊的包包呢 還可以幫你生財